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祭祖扫墓的重要日子 一般在每年的4月4号到6号之间 一般在每年的4月4号到6号之间 今年的清明节是4月5号 今年的清明节是4月5号 大家都放一天假 大家都放一天假 我不用去上学 我不用去上学 妈妈爸爸也不用去上班 妈妈爸爸也不用去上班 一大早爸爸开着车 带着我和妈妈一起去扫墓 一大早爸爸开着车 带着我和妈妈一起去扫墓 爷爷奶奶几年前去世了 爷爷爷奶奶几年前去世了 清明节时 我们带着鲜花、水果 和他们以前爱吃的东西去看他们 清明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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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带着鲜花、水果 和他们以前爱吃的东西去看他们 到了坟前 爸爸先除去坟墓上的杂草 到了坟前 爸爸先除去坟墓上的杂草 我帮妈妈摆好祭品 我帮妈妈摆好祭品 然后一家人上香 最后一起跪拜、叩头 然后一家人上香 最后一起跪拜、叩头 扫完木以后 我们常常去踏青 扫完木以后 我们常常去踏青 有时去郊外游玩 有时去郊外游玩 有时放风筝 有时放风筝 我家在中国南方 我家在中国南方 清明节时 我们吃一种美味的点心 名字叫青团 清明节时 我们吃一种美味的点心 名字叫青团 这就是我们一家 清明节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一家 清明节的故事 清明节的故事